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我一直在争风吃醋 你们喜欢的是角色而不是我 或许呢我也不用那么多人喜欢吧 那份小小的坚持留给自己 那几分钟之后呢 郑爽就删掉了该微博 让吃瓜群众纷纷表示说 郑爽跟自己的角色争风吃醋 这也是可爱爆炸了啊 那其实不得不说 其实我们可能看一部戏 因为一个角色喜欢一个演员 那也会因为一个演员的可爱性格 喜欢他所饰演的角色 希望郑爽看开一点 不要那么纠结好吧 演更多的好戏 更多的角色带给大家 这才是硬道理 对不对 好了 进入到今天的搞个大新闻 还有哪些精彩内容 想在娱乐圈混一口香吃 怎么就那么难 前脚举报霍建华 临心如梅领政 啪啪被打脸 后脚5月24号 恰逢张不知生日 又是宋祖德吃祥日 怪有原本以为 搬好小板凳 坐等看他戏 结果谁知 宋大爷23号 敬临阵脱逃 微博喊话王妃 既然你和亭峰都不理我 那我吃祥日期就改了 希望你们8月8号前说清楚 不然如果还是沉默 我就要曝光王妃 够的小鲜肉的事 What 吃祥延后可还行 人是妖邪可还行 解的流量费很贵的 一篇条新闻还不够 24号宋祖德 还在留言区公然放话 是谢霆锋助手 间接承认风妃分伤 所以霆锋你输了 但我有风度 我不逼你吃 前有周围后有祖德 怪有对于这个 自导自演戏多的老男人 毫不客气评价道 宋祖德你人如其名 大概是从祖上就缺德吧 但究竟吃祥事件经过是如何 还要从头说起 4月24号宋祖德微博公开爆料 王妃与谢霆锋以协议分手 并发誓 如果我爆料错了 直播吃400克的香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 真正目的是捞筋 不过自从王妃演唱会 捞筋失败后 关系就越来越僵 对于宋祖德奇葩之举 霆锋也是第一时间回应 哇 期待宋祖德直播吃香 28号还脸书放账 到时间吃香了 这个周末来风味吃香哦 就连老爸写贤也来凑热闹 我吃双倍吧 这就尴尬了 原本只想装个十三 没想写家公然删脸 这想祖德兄吃还是不吃了 双方丝毫不care 宋祖德只有继续追杀 29号再发文 如果你能提供与王妃 仍在一起的证据 例如结婚证 我一定言而有信 吃香日子就定在你前期生日 5月24日当天 此外他还恳求王思聪 投诉谢霆锋和王妃 整治圈内不良风气 真是厉害了我的宋大爷 虽说刀壁刀了一个月 可瓜友还是很懵圈 这个宋祖德为何举报分手 却不给实锤 反倒逼卸听风王妃自己承认 另外爆料里除了说分手 一个算命刘大师 一个电影宣传 两个软职倒是常客 而说到宋祖德人品 有网友指出 他一向谁哄骂谁 还称宝强是垃圾 马容是个好女人 王宝强太不要脸了 不是马容不要脸 不是 马容我是坚决支持他的 马容是个好女人 他能够人路富重 你看王宝强这么欺负他 他没有说一个字吧 我去都是演员谁怕谁 或许由于自己太怂 网友开潮 距离8月8 两个月时间是你给自己留的吧 宋祖德也于昨日 将喊话王妃的微博 造谣霍儒的微博 全部删除 并表示 今天又将爆赵丽颖的新量 顺带给自己的狗仔公司 又打了个广告 姐对此只能说 宋老师别说话了 赶紧吃吧 翔快凉了 接下来是娱乐圈 已经如此的艰难 我去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日前宋祖德一篇 林心如霍建华为领结婚证的文章 顿时将小两口再度推向了风口浪剑 然而深正不怕影子鞋 面对无耻造谣 昨天林和二人工作室 联合向宋祖德发出吕诗涵 住口 无耻老贼 俺敢再次饶蛇 声明中强调 林心如霍建华 于2016年依法办理了结婚手续 宋祖德因公开赔礼道歉 并承担包括赔偿损失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 宋缺德要如何收查 挖有座等剧情更新 刘凯薇杨幂自从亮相小糯米学校的亲子运动会后 已经很久没同框了 日前 刘凯薇低调带着父亲女儿小糯米以及飞优 去西贡的新楼旁看房 还意外透露了小糯米的真名 叫刘以馨 名字果然甜美文静 但性格却挺像杨幂 三岁的小糯米坚持自己走路十分懂事 一旁的奶爸刘凯薇是不是回头看看女儿 父爱满满 有消息称 他不仅以四千万成功购得特色户型资助 还购买了另一个以前八百万的三房豪宅 作为父亲节礼物送给刘丹 网友惊讶 这对夫妻都拿房子当伴手礼 这果然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23号凌晨还发文公开指责妻子林苗 泼自己一身脏水 刘周成 当天就和妻子同时晒出了在水族馆游玩的照片 不同的是 刘周成发的是泡舞圈 而林苗发的是微博 这回马枪杀的 吃瓜群众措手不及 莫非二人撕得你死我活又破镜重圆了 更要命的是23号当天 刘周成还晒出了在中山新购置的别墅照片 莫非两人合起伙来撕个话 吵个座出个名 走上人生巅峰 神转折666 就是平房的房子完全无法禁锢 夫妻俩身不见底的套路啊 如此溜反 他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也有网友认为 可能去的不是同一个水族馆 林苗应该在国外 同时晒照只是心有灵犀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解决问一句 这是两个离婚都能去旅行 然后还怀孕的奇葩 去个水族馆怎么了 不要爱哥哥只是传说 23号有粉丝向郑爽提问 涉及到郑爽怼粉 粉丝托粉等敏感话题 对此郑爽回应 我把自己看得很坏 这样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 就不会害怕 做不到别人有的样子 我也有我的坚持 网友瞠目结舌 同一种语音 同一种文字 硬是败在了语法上 导致无法看懂可还行 又好声热心翻译了一下 小爽的火星文 翻译过来应该是 我觉得自己很坏 所以外界斥责我怼粉 我无所谓 当天郑爽还发文 和自己争风吃醋 你们喜欢的是角色 而不是我 或许我也不用那么多人喜欢吧 随后秒善 excuse me 粉丝对爱豆的喜欢 不都是始于颜值 险于才华 忠于人品吗 这个步骤没毛病啊 不彻底了解你怎么喜欢你 沟通不伤害死人 小爽在用实际行动 警示大家 多读书读好书 九年义务教育很重要啊 一招杀亲娘娘笑 没有戏拍轻飘飘 不知是否放松来得太快 前面就有娘娘化身表情包后 昨天又一次放飞自我 24号 孙力晒出一组 COS葫芦娃娃的照片 照片中 孙力模仿葫芦娃兄弟的 各式动作 简直比优解学广播体操 还要标准 挺别致啊 除了肢体 球都快荡出来了 对此资深表情包超哥 也是第一时间点评 好生硬呵呵 优解怎么听出 一丝嫉妒的感觉 后来邓超又好好发分力了 否则家里第一斗的地位 恐怕要保不住了 我的天哪 影视剧中 主角是九命猫 是打不死的小强 但现实中 五股杂粮穿肠 生病难受寻常 最近韩国内嘎的很闹心 前天亚当夫妇孙家人 被爆健康恶化 住院治疗下坏粉丝 昨天金玉宾又被爆出 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 却诊断是鼻咽癌 那你 这不是他演的韩剧剧情吗 咋就照今现实了 粉丝再次哭晕 纷纷到余饼微博送祝福 不过索性欧巴病情发现的早 已经开始进行药物级放射治疗 交往两年的女友申敏儿也表示 虽然因男友病情受到巨大冲击 但他将竭尽全力 陪伴金玉宾进行治疗 优解表示 真是患难见真情 希望余饼宾能够早日康复 今年是嘎纳电影节70周年 我们全娱乐记者呢 也是在前方带来 最新鲜最独家的报道给大家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也是再次走上了 嘎纳电影节红地毯的景博然 今天大考验马上开始 一心二荣 让景博然一边签名写祝福的同时 一边在接受我们的烟刑拷打 那40个问题结束之后呢 景博然到底表现如何 今天就跟随全娱乐的镜头 一起敲开房门 看看我们景博到底表现如何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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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好了 对 一般打招呼 这方面还好 实际啊 然后你怎么办 好 一切准备就选了 哎呀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一边签名 一边签祝福 然后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开始 准备写什么 写一些祝福 还有点准备 好 来 三 二 一 三个词形容现在的心情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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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词形容刹那 眼光 电影 哦 签名呀 签名呀 嗯 嗯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我 出国必带的三样东西 钱包 化妆品 保养品 还有 健康心情 好 多回答了一个不错 那个 最喜欢的三部外衣篇 啊 啊 不行 这个你必须记得 最喜欢的三部外衣篇 小鞋子 对 啊 还有文香石女人 天船电影院 好 对 莱甘娜行李 是谁给你打的包呢 啊 我自己打的包 其实我什么都给你打的 除了啊 之前准备参加摩东的衣服 嗯 在甘娜拍的第一张照片是 嗯 不能挺动哦 自拍 在甘娜最想看哪部电影 啊 最想看的是我这次红台上的主拍任命啊 你们27 过去24小时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 嗯 嗯 最有趣的事情 嗯 不能想哦 嗯 在现在吧 哈哈哈哈 好狼狈 最近的口头传是 没有趣 网上搜过自己吗 嗯 之前有过 嗯 看到自己上了搜什么感觉 嗯 嗯 出大事了吧 嗯 自拍最好看的诀窍是 找角度 比如 展示一下 赶紧现在 拿着明信片 错了 啊 好 接着回答问题 两季花哨 录制最开心的时刻是 最开心的时刻就是 哎 还是等下得来一半吧 嗯 莱甘娜有没有介绍代购任务 没有 我从来不代购 我从来不给别人代购 没有人提过这个要求吗 没有 录制节目做过最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还没有过 因为我还没有 发音最奇怪的动力话是 不换衣 可以忍受几天不换衣服 我在家的时候 不会换衣服 哇 展示一样特别奇怪的技能 三二一走 他没啊 他没啊 哎呀 太脏了这个 最近联系过的一位花哨成员是 张若云 怎样才能成为你的好朋友 呃 心里有点难 干过最疯狂的事情是 呃 曾在花哨 你叫醒来发现自己 变成的一种动物会是 小鸟 因为我想飞 小鸟是什么情况 小鸟 说到最出乎意料的理由是 小鸟 你尿 主要是今天生日的时候 我的粉丝送给我的一个 礼物吧 因为他们在我的老家东北 找到了一座山 并命名为它叫做小景峰 哇 对 而且这个山之后的名字 真的叫这个名字 哇 那其实今天这个日子还挺特别 5202 嗯 BB肺 F 是吧 买过最让自己后悔的东西是 几乎没有过我想不起来 最常能忍受多久时间没有网络 我忍受不了 最想变成哪个动漫角色 你认 婚姻人哲理的 私下被认出时会说什么 看一年哈 手机里最近播放的歌曲是 呃 不信红旗 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附业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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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业我们 没有附业 三个阴系结缘的圈中好友是 我想啊 阴系结缘啊 BABY 嗯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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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起来 BABY 还有 看我什么心 还有 啊 百合节肯定是 对 啊 还有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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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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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鞋子 最近一条朋友圈是 刚刚发了一个文字 一个分享 最常用的表情包是 嗯 尴尬 会拿自己的表情去做表情 我不会 为什么 通常都会用别人 比如呢 比如呢 比如 比如 如果让你安排花哨四位成员其他五个人是 我喜欢的人用的朋友 对啊 会是谁呢 嗯 baby 就这几个朋友来来何回的 小周姐啦 百合姐啦 还有 我自己 都是女生 好 走鞋子最担心发生的意外是 前方有不明的尴尬物 出道以来被认错过谁 认错了 周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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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华啦 都有过 闹我们闹 一下一下吧 嗯 有没有认错过被 没有 完全没有 能分享一下随身的死包好用户吗 我没带包啊 这么帅 我没带包 钱包都没带吗 对 我没带这个房间 嗯嗯嗯那行吧 先告诉你这件事情 做完了 哎 感觉怎么样 好狼狈啊 因为我真的是一心不能二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一心不能二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一心不能二 我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听问题 一直在想 真的没有做任何准备 都是 而且写的好丑 不晃不晃 写的都是一样的内容吗 因为我刚才脑子里面一直在想你的问题 对 所以我真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所以大多数都是谢谢你的陪伴 但这其实是我自己想说的话 嗯 因为我觉得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 嗯就是要对粉丝说的话 对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今年的嘎那电影节 当然还是有一抹非常亮丽的色彩 就是范冰冰 那我们从很多媒体的报道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报道的内容都是那种 范冰冰在出席不同场合 穿着不同的这个礼服 惊艳亮相 碾压全场等等这些关于美的报道啊 但是各位看官千万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范冰冰是以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身份登场的啊 那不如报道一下这个范冰冰作为这个评审 感觉怎么样 心得如何 怎么选片的 对不对 还是抛开那些以前观众他美的那些报道 对不对 重重质感 重重内涵 好吧 就那点歌环节 土豆用户466 从高掏扫 你们好 一转眼看全云乐也有一年多了 最近太多考试了压力太大了 想点一首薛之间的初学者 最后祝我全云乐越办越好 谢谢 你想想考完试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是假期吗 不 是复考 没有没有没有 想想考完之后有两三个月的假期 可以让你去好好的玩耍 这点痛算什么 叫我叶先生 昨天 从高掏扫 看这里第一次点歌 毕业已经两年了 和喜欢的人 从暗恋到表白 再到朋友关系 虽然难过 但是自己从不后悔 在这里我想点一首陈奕迅的歌 好久不见 祝自己 最后祝全云乐 越办越好 很欣赏 希望这样的朋友能够做自己勇敢的表达 我就是因为太懦弱 失去了很多很珍贵的感情 希望大家不要学我 好吧 下一位 1LF1266 想念马超市的暖暖的微笑 我要点中汉梁的风和日理 芝麻芝麻开门吧 马超是吧 算了算了算了 喝起松菜喝起松菜啊 马超啊 下个星期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不要着急 好了以上三首歌 大家想要跳到那首歌 赶紧投票吧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曲晴天 希望下点雨吧 因为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啊 我是文桃 明天全云乐早八点 咱们不见不散 这世界很酷